好 那我们来念 来念这段经文这样子 好 那我们一起来 一章一节一二三 以法连山地的拉玛索菲 有一个以法连人 名叫以利加拿 是苏佛的玄孙 托户的曾孙 以利户的孙子 耶罗汉的儿子 他有两个妻 一名哈拿 一名辟尼拿 辟尼拿有儿女 哈拿没有儿女 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世罗 敬拜祭祀万君之耶罗华 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 和佛尼菲尼哈当耶罗华的祭司 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 将肌肉分给他的妻 辟尼拿和辟尼拿所生的儿女 给哈拿的却是双份 因为他爱哈拿 无奈耶罗华不使哈拿生育 辟尼拿见耶罗华不使哈拿生育 就做他的对头 大大激动他 要使他生气 每年上到耶罗华店的时候 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 辟尼拿能是激动 以致他哭泣不吃饭 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 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 心里愁闷呢 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 他们在侍罗吃喝玩乐 哈拿就站起来 祭司以利在耶罗华店的门框旁边 坐在自己的胃上 哈拿心里愁苦 就痛痛哭泣 祈祷耶罗华 徐愿说 万君之耶罗华 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 决念不忘卑女 赐我一个儿子 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罗华 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好 我们回到第一节的经文 好 故事的一开始 萨摩要怎么出场呢 就从他的家庭介绍起 然后先介绍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叫什么名字 以利加拿对不对 他住在哪里 他住在以法连山地对不对 那经文他说他是以法连人 其实如果你看历代字上六章 你会发现 以利加拿其实是历位人 他是历位人 他是历位人 割侠之派的子孙 所以呢 以利加拿 他其实是历位人 他住在以法连山地 好 这个没有特别 但是特别的是呢 他有两拿 他的生命有两拿 拿两拿 一名叫什么哈拿 一名叫什么 屁你拿 左手拿 右手也拿 但是你知道 男人就是很麻烦 当你左手有右手有的时候 你就很麻烦 为什么很麻烦呢 因为经文告诉我们 屁你拿有什么 儿女 但是哈拿怎样 没有儿女 一利加拿爱的是哈拿 但是哈拿不能生育 哈拿不能生育 于是他又娶了皮尼拿 皮尼拿就为他生儿女 经文告诉我们 不仅如此 每年他们到世罗 世罗是一个什么地方呢 就是当时候 你记得在旷野的时候 上帝叫以色列要建会墓 对不对 把约会放在会墓里面 无论这个会墓到哪里 神的同在 火柱云柱到哪里 以色列就要到哪里 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了 哇 就是每一个支派 都有自己的土地 那问题是会墓要放在哪里 于是呢 他们按照指示呢 就放在世罗这个地方 所以你可以讲 世罗这个地方 有会墓 有约会 它是一个敬拜的中心 所以这个呢 立位人呢 他就每年 每年会上到世罗 带着他的全家大脚呢 去敬拜耶和华 然后当他敬拜耶和华的时候呢 那敬拜完会有祭肉 好吧 那时候肉是很珍贵 所以敬拜完的这个祭肉 就可以分食 就可以分食 第四节讲说 他会把这个祭肉给 辟尼拿 跟辟尼拿的儿女 对不对 但是呢 好 下一节 好下一页 但是呢 他给哈拿的是几份 双份 他叫双拼 对不对 他就有双份的 为什么 经文告诉我们 怎样 因为他爱哈拿 原文是说 哈拿是他所爱的 所以辟尼拿 辟尼拿 不是他所爱的 他所爱的不生育 但是 不是他所爱的 却为他生了儿女 麻烦在这里 为什么呢 如果你是辟尼拿 你进到这个家门 结果你看见 你该做的都做了 而且你还帮你的丈夫 生了儿女 但是你的丈夫 爱的却是什么 另一位太太 并且明明大家都去吃鸡肉 为什么他有什么 为什么你帮他叫双拼 为什么吃薄薄的一块肉 为什么 你知道他里面就会有什么 有嫉妒 有嫉妒 所以呢 第六节 批你拿剑烟花 不使哈拿生鱼 就做他的什么 对头 不想你生活当中 有没有对头 就是无论怎样 你都觉得 为什么他老是要跟你做对 他怎么做他的对头呢 他抓住哈拿的痛脚 哈拿的痛脚是什么 不生鱼 所以呢 他只要有机会 就抓住这个痛脚 就是让他生气 所以你看到这个家庭里面 其实两个女人都不快乐 不快乐 哈拿不快乐 批你拿也不快乐 那我们说 那丈夫呢 丈夫呢 第八节 伊利加拿就跟哈拿讲说 你为何哭泣不吃饭 你看我把你叫双拼 你为什么还这么愁烦 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 这个会安慰哈拿吗 没有办法 即使他这样讲 批你拿还是刺激他 他的痛还是在 每年还是要宰一下他的痛脚 亲爱的家人 你看到这个立位人 立位人就是 他们是专门上帝拣选 从支派当中拣选来服侍神的人 这个服侍神的人呢 他每年都在全家大小 到敬拜的中心 然后呢去会幕呢 去敬拜 但是 每年都要上演一次 上演什么一次 上演就是哈拿就被批你拿刺激 那批你拿又看见他的丈夫 又拿两杯的肉给哈拿 他里面就更嫉妒 然后呢 这个伊利加拿就是安慰哈拿 哈拿也不受安慰 亲爱的家人 每一年都要演一次 每一年都要演一次 如果是你在这个家庭当中 你的感受会是什么 如果你在这样的关系当中 你的感受会是什么 也许他们就每年来到世罗 好像每年就是这样 看起来没有事情 伊利加拿他们家庭来了 献祭 献完祭 吃鸡肉 吃鸡肉 好 就走回去 但是有谁知道 原来这个家庭里面 正酝酿着一个风暴 原来这家庭里面的关系 是这么的紧张 但是情况改变了 来我们看第九节 有一年 有一年 哈拿在吃完鸡肉的时候 她就站起来 然后呢 她就做了一个决定 做了什么决定呢 她要来向神祷告 现在这样你会发现说 她不是来到会幕 来到敬拜 来到圣殿 或来到教会 我们就应该会向神祷告吗 亲爱的家人 当我们每一周 来到教会的时候 你自己 有这样向神祷告吗 把你里面 那个最不堪的 你最挣扎的 最痛苦的 你来仰望神 我们的失望 常常来自于人 人会让我们失望 环境会让我们失望 有时候我们像哈拿一样 我的肚子为什么不争气 会对自己失望 我们会对自己失望 我们的失望 常常来自于人 但是 要记住 我们的盼望 是来自于主 我们的盼望 是来自于主 哈拿她做了一个决定 她要把她的盼望 放在主的身上 于是第十节讲 她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 但哈拿在祷告的时候 她是很痛苦的 为什么 西伯尔文用两个字重叠 代表就是加重那个语气 她真的很痛苦 她是带着眼泪 而且非常痛苦 来到神的面前 她向上帝来祷告 亲爱的家人 你知道吗 每个礼拜以来 教会当中的时候 重点是 你是来到神的面前 上帝 透过他的爱子 耶稣基督 把那个隔断人 跟神的慢子 已经裂开了 为的就是 要把恩典给我们 是不是 每次你来到教会当中的时候 你都愿意来到神面前 做一个真实的祷告 说主啊 求你帮助我 在我的痛苦当中帮助我 在我的难过当中帮助我 哈拿她许了一个愿 很特别 她说什么 万君之耶和华 你若垂顾 悲女的苦情 垂顾是什么意思 看见 就是说 上帝 我只求一件事 你要看见我 你要看见我现在的情况 你要看见我在这家庭当中 是多么的痛苦 求你看见 不仅看见 接下来她说 眷念不忘悲女 什么叫做眷念 就是纪念 上帝你不仅要看见我的难处 也求你纪念我 求你把这件事不仅看见 而且你要放在心上 求你纪念我 今天的家人 圣经告诉我们 上帝是见察人心的主 所以她必看见我们 让我们也知道 我们是她的儿女 她也必纪念我们 她把我们放在她的心上 不论你是认识主多久 不论你是服侍主多少 每一个神的儿女 上帝都看见 并且上帝说 我必纪念把你放在心上 如果这样子 哈拿就说 如果你赐给我一个儿子 我就必使他怎样 终生归于耶和华 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在旧约有一种人 他是归于耶和华的人 他的名字叫拿希尔人 拿希尔人是归于耶和华的人 并且你要做拿希尔人 你要归于耶和华所用 有三个你要遵守 三个要遵守 第一个是什么 就像上面写的 不能用剃头刀剃头 第二个不能喝什么 酒 清酒 浓酒都怎样 不可喝 第三个 不可以摸什么 死尸 死掉的尸体 为什么 因为要保持圣洁 保持圣洁 然后来服侍主 但是拿希尔人这个愿 这个愿是有时间性的 你可以说我在孩子 这个孩子几年 几岁到几岁 我做拿希尔人 但是哈拿不是 哈拿她许了一个愿 她说她怎样 终生 亲爱的家人 她没有儿子 她没有孩子 所以她被她的死对头 一直欺负 一直踩痛脚 但是她说 主啊你若给我一个孩子 我就怎样 把她完全献给你 你知道 对哈拿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如果她好不容易有一个孩子 但她终生做拿希尔人 所以她不会一生留在她的身边 她会终生为主所用 所以哈拿就做了这个祷告 亲爱的主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他也要告诉我们 人会让我们失望 但是上帝说 要把盼望放在主的身上 不仅如此 主也告诉我们 他必看见 他也必怎样 几年 所以亲爱的家人 对人的失望 会使我们回转过来寻求主 所以如果你正在一个情况当中 你对你的环境 对人的失望 上帝要告诉你 回转寻求主 好不好 跟你旁边说 回转寻求主 感谢赞美主 所以哈拿他就做了这个祷告 但是在这一年 他做的祷告 却带给了他自己 他的家庭 甚至整个以色列人 一个巨大的改变 什么巨大的改变 我们往下看 第十二节 好 第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念哈马一二三 哈拿在耶和华面前 不住地祈祷 以利定睛看他的嘴 原来哈拿心中莫倒 只动嘴唇不出声音 因此以利以为她喝醉了 以利对她说 你要醉到几时呢 你不应该喝酒 哈拿回答说 主啊 不是这样 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 清酒浓酒都没有喝 但在耶和华面前请心图意 不要将卑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 我因被人激动 愁苦带多 所以祈求先到这边 好 所以呢 当这个哈拿在做她生命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祷告 很重要的祷告的时候 当时候的祭司以利 却以为她怎么样了 她以为她就是跟家人在吃肉 对不对 可能有配一点酒 就酒力不剩 就开始怎样 开始好像公主 因为就看她嘴巴一直在动 也没有声音 就以为她怎样 喝醉了 所以她就误会 误会她是什么 不正经的女子 她把一个正在请心图意 向神祷告的女子 却看作不正经的女子 因为你知道 人都是看外貌的 只有耶和华是看什么 内心的 可能你来到教会 可能别人看起来都 你就跟别人一样嘛 今天心情也不错 也还好 很平安 但是只有你知道 你心里面到底平安不平安 有时候牧师也在想说 有时候弟兄姐妹 如果来到教会说 牧师请为我祷告 因为我上礼拜怎样 那我就知道 原来她遇到这个困难 我们就可以为她祷告 但是如果没有呢 其实我猜不出来 我没办法从你们的表情当中 猜出来你们上礼拜 或你们今天的心情怎么样 所以我可能像以利这样子 误会了你们 不了解你们的情况 但亲爱的家人 这一段故事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祭司可能不知道 上帝的仆人可能不知道 但谁知道 上帝他知道 上帝他知道 上帝看见了 上帝也会纪念 所以重点 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 重点是 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当你若是像哈纳这样 请心图意 请心图意 第十五节 在耶和华面前 请心图意 上帝必看见 上帝也必纪念 上帝会听得到 人不知道 但是上帝一定会知道 所以来到教会 你千万不要错失这一点 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当我们在聆听神话 的时候 你要知道 上帝他都知道 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十七节 好 我们一起念好吗 一二三 伊利说 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 愿以色列的神 允准你向他所求的 哈纳说 愿悲女在你眼前蒙恩 于是妇人走去吃饭 面上再不带愁容了 次日清晨 他们起来 在耶和华面前敬拜 救回拉玛 到了家里 伊利加拿和七哈纳同房 耶和华顾念哈纳 哈纳就怀孕 日期满足 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撒母耳 说 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 当伊利发现 原来他错怪了 哈纳 其实哈纳他正在祷告 他也听了哈纳有苦气 原来这些灰 当年来到世罗 都是这么艰苦 原来他们的关系这么的困难 但是伊利也只能怎么说 他说怎样 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 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官话 对不对 你就平安的回去吧 但是他说 愿神允准你向祂所求的 听起来好像是很平常的一句话 就好像我们常讲平安平安 对不对 我们平子乎到平安 但是这句话听在哈纳的耳中却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哈纳 他自己请新徒义来到神面前来祷告 所以神就透过伊利的话来回应了哈纳 哈纳知道这是上帝透过伊利来回应他 于是第十八节讲 哈纳就怎样 再不带愁容了 亲爱的家人 当我们把我们的苦情跟人讲的时候 可能讲完我还是这样 很干扰 可能讲完之后对方也不太能理解 但是我们若是把我们的苦情对神讲 神必回应你 神必回应你 并且你就不再有愁容 当你听到上帝回应你的时候 你的愁骨才会消失 因为你知道他是万君之耶华 一旦他听见了他纪念了 他就会在我们身上开始来工作 所以第十九节他哈纳就回去了 对不对 第十九节耶华顾念哈纳 于是耶华就眷顾这一位 在他面前倾心图意不生育的女子 二十节改变了 什么改变了 哈纳就怎样 怀孕了 本来不生育的现在却怀孕了 而且日期满足的时候 还生了一个什么儿子 于是起名就叫什么 撒摩尔 哈纳就说 这是我从耶华那里求来的 他把它取名叫撒摩尔 是因为这是从耶华那里求来的 撒摩尔的希伯来文跟求 这个希伯来文只差一个字母 仿佛哈纳在提醒自己 也提醒他这个儿子 说你是从上帝那里求来的 你是从上帝那里求来的 亲爱的家人 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 请新徒义的祷告的时候 其实那就是一个 我们可以领受恩典的时候 为什么 我们来看一出经文 雅各书四章六节 好 我们一起念好吗 一二三 但他赐更多的恩典 所以经上说 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祷告会让我们能够接上恩典的管子 如果上帝有个恩典的管子 这个恩典的管子 就是等待着要把恩典赐给我们 祷告可以使我们接上恩典的管子 为什么 因为当祷告的时候 代表就是说 我不是要依靠我自己 我是要依靠这位赐恩典的上帝 所以代表 祷告其实就是一个记号 什么记号 谦卑的记号 你不再依靠自己的记号 你要依靠神的记号 所以神的话就说 祂必赐恩给什么 谦卑的人 所以当你愿意在神面前 祷告的时候 你就能够接上这恩典的管道 领受上帝的恩典 但是经文也告诉我们 神会阻挡什么 骄傲的人 当我们骄傲的时候 当我们不依靠神的时候 当我们也不再祷告的时候 这恩典的管道就会关上 因为神会阻挡骄傲的人 但是我们在哈拿身上 却看见 她是一个祷告的人 因为从第一章有四处经文 四处经文都提到哈拿的祈求 当圣经当中不断出现一个字的时候 代表那个就很重要 所以萨摩尔记上帝章也要告诉我们一件事 这位女子 虽然她不生育 虽然她对自己失望 她也对她的先生失望 她没有办法带给她幸福 她也对她家庭成员失望 总是抓住她的痛脚在刺激她 但是她没有对神失望 她选择倾心图意地来到神面前来祷告 当她这样祷告的时候 恩典的管道就为她打开了 于是她就经历上帝的恩典 不仅如此 在经文当中我们看见 哈拿的祷告诞生了 以色列历史上伟大的士师 她不仅是士师 她也是祭司 她不仅是祭司 她也是什么 先知 她的名字叫做什么 萨摩尔 亲爱的家人 当你愿意把你的景况 带到神的面前 愿意把那个最黑暗的部分 带到这位光 就是上帝的面前 事情就有解决的机会 事情唯有带到神的面前 才有解决的机会 萨摩尔诞生在一个家庭 一个家庭关系当中 每个成员这么不快乐当中 但是上帝却在这个不快乐当中 使用一个妇人 她做了一个祷告 而这个祷告却生出了以色历史当中 伟大的士师 也是祭司 也是先知 她的伟大在于 她高默了两个王 第一个王是以色历史当中 第一个王叫扫罗 第二个是以色历史当中 最伟大的君王 叫做大卫 哈纳会不会知道 她不会知道 她不会知道原来 她单单的做了一个简单的祷告 一个在很痛苦当中 做的一个祷告 竟然可以被神使用 成为改变以色的历史 不仅改变她自己的故事 也改变她家庭整个故事 也改变整个以色列人的故事 她没有想到 上帝却会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 这样不堪的生命当中 却诞生一个伟大的故事 所以亲爱的家人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 也许我们的家庭并不完整 也许你的故事并不快乐 但是上帝却可以使用你的家庭 却可以在你不快乐的故事当中 可以诞生一件伟大的事 可以诞生一件伟大的事 影响的不只是你自己 不只是你的家庭 影响的可能是超过你所求 所想的 但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于 我们是不是 愿意 把这件事带到神的面前 请心图意 它的原文意思就是 你把整个心好像倒出来一样 你把你整个心倒出来一样 你有经历过这样的祷告吗 把你整个心倒在上帝的面前 甚至那样的祷告会让你说不出声音来 也许是太痛苦了 也许是太深沉了 你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但是上帝应许我们 请心图意的祷告 他必看见 他也必纪念 在你觉得你不快乐的故事 在你觉得你不完整的家庭 但是上帝可以在当中 来做成一件伟大的事 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 请心图意的祷告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当哈纳这样的祷告 他得到萨摩尔的时候 你知道在萨摩尔记上 第二章从第一节到第十节 有一首诗歌 因为它的内容虽然是一个祷告文 但它是可以用来吟唱的诗歌 就被写下来了 这首诗歌叫做哈纳的祷告 也叫哈纳的歌 你知道哈纳这个名字 希伯爱文它的意思是什么吗 恩典 哈纳它的名字就叫恩典 它终于可以从一个哭泣的妇女 一个愁苦的妇女 可以唱恩典之歌 我们看看这恩典之歌的第一句是什么 二章一节 我们一起念好吗 耶三 哈纳道 告诉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 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 我的口向仇敌张开 我要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喜 亲爱的家人 让这句经文也成为你生命的实际 你可以靠着耶和华的快乐 你的心 我们的心 我们的情绪交在主的手中的时候 我们不是因着环境来决定我们快乐不快乐 乃是耶和华就可以使我们快乐 我的脚 脚是代表力量的意思 我的力量也可以被耶和华高举 耶和华高举我们 耶和华高举我们使我们有力量 并且我的口向仇敌张开 因着靠着耶和华 我可以向仇敌来宣告 谁是我们的仇敌 不是输血气的 我们的仇敌是那空中掌权的 亲爱的家人 我们可以向撒旦 向那空中掌权的来宣告 我的神必帮助我 我要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喜 哈喃他改变了 他改变了 你知道他现在萨默 他就没有孩子了 对不对 所以他的对手也不晓得 会不会再讲 你生一样 没有孩子就丢出去 你还是没有啊 你看我生那么多 以后产业都是我们的 也许是这样子 但是哈喃改变了 他知道上帝是他的力量 上帝是他的喜乐 上帝是他的盼望 不仅如此 哈喃的在这首诗歌里面 他唱出了一句 这一句不仅是带给他生命的盼望 带给全人类的盼望 二章十节 我们一起念好吗 一二三 与耶和华真净的必被打碎 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 必审判地籍的人 将力量赐予所利的王 高举受高者的脚 受高者就是弥赛亚 受高者在新约圣经里面 就是基督 哈喃的这首诗歌 哈喃这首诗歌改变人类的历史 因为他已经预告了 有一位受高者会出现 他是神所利的 不是扫罗 也不是大卫 乃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 大卫的后遗 耶稣基督 哈喃的这首恩典之歌 唱出了人类的盼望 有一位救主为我们而生 他就是那个受高者 就是上帝所高模 他不是做十年的王 二十年的王 四十年的王 他是永永远远 他是万王之王 哈喃的诗歌 竟然唱出了全人类的历史 全人类的盼望 全人类的救恩 亲爱的家人 请心图一的祷告 会使我们从愁苦哭泣当中 唱出恩典之歌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二章一节讲到 我们要倚靠神 所以亲爱的家人 当我们倚靠耶和华的时候 等候耶和华的时候 我们必怎样重新得利 不仅如此 而且我们的盼望是在于 不是在于看得见的王 哈喃告诉我呢 我们的盼望应该在这位弥赛亚的身上 在这位受高者的身上 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上 亲爱的家人 耶稣是我们的盼望 今天早上诗歌 其实我觉得对迎成带这首诗歌 带这三首诗歌真的是蛮挑战的 因为他们整个家庭现在就是不容易这样 但是他要唱出喜乐 他要唱出恩典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这样子 所以今天早上的诗歌才会这么的珍视 才会这么的珍视 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所有人的盼望 不要在人的身上找盼望 你会失望 人类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了 你要在上帝的身上 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找盼望 耶稣是我们的盼望 他为我们的罪盯在十字架上 所以他告诉我们 孩子你不要再被罪恶捆绑了 你可以被罪恶使 你可以从罪恶当中得着自由跟释放 耶稣也真实地在坟墓里三天之后复活 所以他已经胜过死亡了 人类最害怕的就是死亡 死亡的咒诅跟瑕疵 已经从我们的身上挪开了 亲爱的家人 当一个人连死都不怕的时候 他还怕什么呢 唯有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才能找到这样的盼望 你是有盼望的 因为耶稣基督爱你 耶稣基督为你舍命 并且你在他里面有复活的舍命 每一个依靠耶稣基督的人 都可以从痛苦流泪当中 走到唱出恩典之歌 当我在神学院的时候 有一次修讲道学 然后呢 这位老师呢 他其实也是一个牧师 他是板桥福音堂的牧师 然后呢 他来教讲道学 结果呢 在这个教讲道学的过程当中 他跟我们分享 他跟他的丈夫 他的丈夫是板桥福音堂的主任牧师 然后他们事工很成功 这个教会也很复兴 并且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事工 他们去美国的马鞍丰教会 学习一个事工 那这个事工呢 就是能够帮助人从那个瘾 比如被什么瘾捆绑 从那个瘾可以得到释放 那个事工可以让人 可以从破碎的家庭当中 或者困难的婚姻当中 可以走出来 但是你知道这个事工是怎么来的呢 他就跟我们讲 他说他跟先生一起 当他们读神学院 他们也结婚 开始幕会的时候 常常是这样子 就是锅往瓢盆 天空飞来飞去 他说有一回他记得很清楚 很清楚 他的先生拿东西就砸他的头 常常在礼拜天要服侍 礼拜六他们还在怎样 还在这样的关系当中 他里面就很挣扎 他说主啊这样的人怎么来服侍你啊 我这样怎么来站讲台 我这样怎么来分圣餐 他里面其实很挣扎 他的先生也很挣扎 但是 他们并没有让这样的挣扎 停留在他们的关系当中 他们做了一个决定 他们要把他们的困难 带到神的面前 奇妙的事发生了 当这个教会发现 主任牧师跟师母 竟然愿意把这样一个 不容易的关系 带到神面前的时候 上帝开始改变 上帝开始改变他们教委的氛围 于是上帝给他们一个恩典 什么恩典 让他们能够在马鞍峰教会 学习到这一套叫做欢庆更新 也许你听过 在这个关系当中 弟兄愿意敞开说 我是怎么样一个弟兄 我可能被色情捆绑 我可能还在吸毒 我可能还在喝酒 我可能你们都不晓得 我来到教会之前 我都躲在公园的角落在抽烟 而妻子也愿意把自己的困难 在那个群体当中坦承出来 于是上帝的恩典就开始介入 不仅改变了这对主任牧师跟夫妇 也改变了在教会当中 看起来好像都说平安平安 每个礼拜来到教会 开始里面开始有根本性的改变 结构性的改变 因为怎样 上帝的恩典进入了 而不仅如此 现在上帝使用这个教会 开始把这个教会开放给众教会 甚至有些没有去过教会 但是他要戒毒 或者是他有困难 没有办法帮助自己 他就去到这个教会 因此而认识主 上帝的恩典进入 使原本哭泣痛苦 却能够唱出恩典之歌 并且这个教会成为台湾众教会的祝福 亲爱的家人 耶稿基督是我们唯一的盼望 把你的难处 把你的苦情 带到祂的面前 请心吐一 祂要告诉你 祂必看见 祂也必纪念 你要相信 当你把你的痛苦 交在主的手中 在这个不容易的痛苦当中 上帝会生出伟大的事 请心吐一的祷告 使我们从流泪到歌唱 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 我们可以有一段时间 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 也许牧师今天不知道 你来到教会 你的心里 是什么样一个状态 也许就像金文说的 其实很愁苦 甚至想哭 其实也哭不出来 也许在你的原生家庭 像哈纳一样 在你自己结合的家庭 像哈纳一样 有不为人到说不出来的痛苦 但是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 当我在看哈纳的故事 其实我心里面体会很深 因为我的原生家庭的家族 就是这样子 我的阿公娶了两个太太 也是因为不生育的关系 所以有了第二个太太 在这家族里面 没有一个人是快乐的 我们也知道 在家族里面 好像有一条线 你不能去踩 就是这两个女人的关系 但亲爱的家人 你知道吗 耶稣改变了我的家族 在我阿公去世之后 我的大阿嬷 跟我自己亲生的这个阿嬷 变成很好很好的姐妹套 不仅如此 我那个大阿嬷 生了一个女儿之后 因为浓忙 受伤 就不能再生儿子 这个 我大阿嬷所生的这个女儿 跟我自己亲生的阿嬷 无话不谈 并且我觉得 她好像比所有的女儿跟媳妇 更爱我的阿嬷 而我爸爸 对于 这个 大阿嬷所生的女儿 对她的儿子就是舅舅一样 在这个女儿过世之后 我爸爸就好像 我们说舅舅就好像是 爸爸一样嘛 就照顾 就关怀 更奇妙的是 你知道我怎么认识孙阳光牧师吗 就是我的 算堂兄吧 他是大阿嬷那边生的孩子 那我是二阿嬷这边生的孩子 我们都在台南 他在另外一个教会聚会 他就告诉我 有个牧师叫孙阳光牧师 来我们教会聚会 你要来 你要来 他是我认识孙阳光牧师的其中一个原因 亲爱的家人 上帝 可以来反走我们的生命 耶稿基督 耶稿基督是我们的盼望 耶稿基督要带领你 从流泪到歌唱 不要再去抱怨人 不要再去抱怨环境 哈娜选择 她不再抱怨她的丈夫 她也不再抱怨 那个老师找她麻烦的二太太 她乃是在神的面前 请行徒义 因为她知道 盼望来自于神 我们来祷告好吗 你是否在今天早上